朋友们全世界使用中文教授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个现在我们这啊西班牙巴塞罗那晚上了 晚上的22点22分啊 四个二哈比较二啊 啊这个 最近暴力的事情也不少 法国 法国啊这个前两天开始 从大概从5号开始 法国多个城市再次发生示威游行 甚至打砸抢啊 反对马克龙政府推出的这个整体安全法 有30万人冲上街头啊 打砸抢烧杀 银行遭洗劫 商店被打砸 狼烟滚滚 惨如战区 这个以黑人为主 也有部分白左吧 白人左派跟黑人在一块 我们看看啊 这有一些视频 像战场一样 像战场一样 知识的 现在应该是穷白人 底层的白人和这些黑人啊 结合起来 如果是中上阶层的白人 一般不会跟黑人在一块掺和啊 不会掺和的 底层白人穷白人 反正现在有人不管法国叫法兰西斯坦吗 斯坦就是波斯语啊 国家呀地方啊 大概库尔德斯坦 比督之斯坦 是吧 这个西斯坦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 对吧 这个很乱很乱 现在啊 法国的治安 像去年前年哈 这个黄马甲 这个也大规模的暴乱啊 这个法国要比英国德国 是吧 这是欧洲最大的实力最强的三大国 不算俄罗斯啊 俄罗斯是横跨欧亚 纯欧洲国家 基本上应得社会治安 还要比法国强一些 法国这种街头的治安事件 这种动荡是贫发啊 当然法国也有它好的地方 法国经济比西班牙强 人口比西班牙多 是吧 影响力也大 它的那个奢侈品 是吧 红酒 包括它也是核大国 五常 联合国安理会 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啊 不过法国巴黎 我是去过的啊 反正街头 这些有色人种什么的 看着法国的白人都快成少数派了 去那个老佛爷哈 老佛爷里边都是中文啊 这中国倒是崛起了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 购买力是强了 有点像三十年前的日本韩国一样 台湾啊 这个轮到中国了 最近这十几年轮到中国了 但是中国看起来有点外强中干啊 我们再看看啊 美国 川普的铁杆 支持者 可能是因为他竖了 他们家门前竖了川普的竞选旗帜 现在他们家都被人扔进爆炸物了 还有他们家的车 现在有人说啊 特斯拉坐猎鹰九号 坐超级高铁 坐太阳城 美国的科技企业 正在向人类未知领域进军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在琢磨怎么从菜饭的手里夺走最后的一枚钢被 那是数量众多的最底层的劳动者 他们除了卖菜 啥都不会 缺乏道德感的企业无法走得长远 仅仅靠 仅仅靠利益来凝聚的企业 就像 纠集在一起的军阀 雇佣军 乃至土匪 没有愿景 没有是非 有利而来 利尽则散 从来没有哪一支军阀 或土匪的队伍 能够成事 尤其在乱世之中啊 中国的资本界应该集体感到羞愧 堆积如山的自行车 一地鸡毛的P2P 杀人如麻的长租房 一味的向下沉沦 严重的内卷化 与底层小民争利 从来不攀科技高峰 不向上突破 只想挣快钱 行业有识之士 应该振臂一呼 现在啊 互联网企业 也开始卖菜了 那你挤的那些 小商小贩卖菜的 快没活路了 哎 就是我这种人吧 我就是卖粮食 我原来也卖菜 也卖菜 从那个顺义的李乔镇 原来叫盐河香 那边有特种蔬菜 还有小汤山 北京市农业局的那个特种蔬菜 啊 叫简称特菜基地 我从那边都进过菜 我那个倒不是这种 平常这种零售的菜摊啊 或者是啊 或者是菜店 我是机关单位 然后什么以色列 以色列的荷兰的那些什么 啊 那些菜名 我现在有点忘了啊 反正都是比较好的 比较贵的菜 装成礼品盒 有些单位 我记得中国残联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邓普方他们的单位 还有这个水利部啊 在这个白广路二条吧 白广路那的水利部的老干部局啊 还有哪些单位有点忘了 他们都找我要过这些特菜 反正卖菜的人是起早贪黑 特别辛苦 这些互联网巨头 也来抢这点钱 现在在国际上竞争不过人家 就来欺负本国的 这些最底层的老百姓 暗无天日吧 这种竞争都毫无下限 毫无底线了 好吧 朋友们就聊这一段啊 谢谢大家的捧场 Muchas Gracias Amigo Amiga